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又很高兴 请到袁教授来谈 他之前有在 彭P的政经节目上 说过一句话 他说了一件事情 他说319的枪击案 是中国共产党干的 而且他还点名指名道姓 说是哪些人 而且他还在节目中说 如果民进党的人 或者是小英政府 你们需要有证据的话 或是需要知道 到底是哪一些人 主导这件事情的话 他可以提供证据 很可惜的 在那个节目当中 却是他讲了一下子之后 就被别人抢花抢走了 那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场呢 我们就请到了袁教授来 好好的谈这一件事情 其实呢这件事情 袁教授在他有一本书当中叫做 有被囚禁的台湾这一本书 里面呢开宗民意就有写到说 319枪击案的事实 然后里面的人是哪些人 是谁指名道姓 他都写了一清二楚 那我们今天就来 访问一下袁宏明教授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搞的 袁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下说 陈水扁的那个319枪击案 到底是谁做这件事情的 关于这件事情啊 有很多的争论 我经过长期的调查 可以说从2004年啊 我当时还没有离开中国的时候 我知道了这件事 你是哪一年离开中国的 我是2004年嘛 2004年的离开 才还没有离开中国之前 我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 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 最后把所有的调查结果 写在一本书里 叫做就是你刚才 被囚禁的台湾这本书 这本书呢2012年就出版了 是啊 当时发行了好几万册了 应该说在台湾这个地方 大家都知道 一本书能够发行这么多 那肯定有重大的社会影响 但是呢马英勇政府 一直对这件事是不闻不问 对就是低调能处理 基本不理睬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这本书里 明确的指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319枪击案的制造者 就是中共 第二个主题呢就是 对于阿典的这个政治迫害 或者叫斯帕迫害呢 是中共的整个谋台战略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这个谋台战略的这个环节就是要实现 朱镕基说过的一句话 就是搞台独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那你陈水扁不是要搞台独吗 你就没有好下场 也就是说 指出了这个陈水扁这个案件它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的本质不是一个什么贪赌的案件 它的本质是就是共产党主导的一次司法迫害 主要说明了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连的 了解 首先当然是319枪击案 这个书里我写的很清楚 319枪击案呢是由新奇 就是这个新奇这个人大家台湾有一些台湾人 知道他就是黑箱特纲背后的 一个是黑箱特纲 你们可能他不知道他新奇有过一句话叫做什么 台湾要独立就把它变成一片这个焦土 也不能让台湾独立 这个加抗的最大的官做到这个 总政治部的对外联络部的副部长 是一个少项 我记得有讲到说阿扁的抢击案 他好像也是被 他以前是总参二部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他深得这个开始的时候深得胡锦涛的信任 就通过他呢这个胡锦涛指令他制定了一个谋台战略 了解 一种套谋台战略 这个人他这个官员呢说起来也跟我 这个人呢跟我们台湾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他的这个官呢这个少将啊 他原来是总参二部的高级研究员 后来为什么能到这个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当中副主任呢 就是因为他买官 像谁买官 像徐才厚买官 哦徐才厚 据说是有一个台湾商人 这个商人的名字呢我们就暂时不去透露他了 他跟一个台湾商人要了三千万 然后他买官呢用了两千万 可以可以等一下那个商人可以讲一下信吗 这个现在就是为了保护那个信息的来源了 这个商人我们暂时不去说他 就是他把两千万给了徐才厚自己贪污了一千万 自己拿了一千万进来 后来因为这个徐才厚不是在权斗中失事吗 对 这个新奇啊也被抓起来关了半年多 后来也放出来了 因为他也没别的跟徐才厚也没什么别的关系 就是买官而已 就是买官而已 但是他基本实施了 但是当时他是全是 当红大子鸡啊 着手可乐 他是就是这个整个319枪击案的具体细节 就是他设计的方案 我知道我忘记得也看过 新奇 书里面有写这样子 然后呢具体的指这个指挥的人员 就是总参中共总参副总参谋长熊光凯 和当时的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孟宏伟 这个孟宏伟呢 现在是国际行政组织的这个主席 也是我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了 他们两个具体负责这个组织实施 具体实施的就是总参二部 和公安部派的一些人 共同组织了一个执行小组 那你有什么这样的证据 为什么你这么笃定 就实行了这个319枪击案 那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呢 因为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事情嘛 那我不是讲 从2004年开始 你就开始了解这个事情 那简单的讲呢 这件事情我的信息来源至少有四个 至少有四个 有一些不太典型的信息来源 那现在呢 我已经可以说一个信息来源 你有提到是什么孝建华 这个就是孝建华 孝建华呢 他本人是这个 中国的超亿万富翁 是金融界的 被称了金融大鳄嘛 据说是80%以上的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家族 都以这个孝建华呢作为白手套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被绑架回去喔 为什么绑架呢 就是中共内斗嘛 因为他这个掌握了几乎 那等一下 沙建华那时候回去香港是也是想逃的吗 没有他没有想 他是在香港很长时间长期就在香港嘛 他不他以为是安全的 因为他相信了一国两制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 中共从来没有把一国两制当回事的 你刚才你刚才你刚才写 你刚才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好笑 被返乡还是被 被失踪嘛 被失踪嘛 不是啊不是被失踪 是被什么被返乡是不是 就是说叫孝建华这件事情啊 对自己回去的说 对对对对自己回去的 实际上是被中共特工 是从劫持回去的嘛 那肖建华呢 是1986年啊 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 听说是你的学生 他是15岁当年 是整个法律系最年轻的学生 好厉害喔 对 我呢恰好是这个 法律系86级的级主任 所以 所以我 我不仅给他们有过授课的师生关系 实际上就是他的很多事情了 因为极主任要管理 学生的很多事情了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事情 跟他关心的是很熟 因为他年纪那么小 十六十五六岁 我作为老师当然要关爱他 关注他 因为那么小的人就能上大学 那么小的年龄就能上大学 我也觉得很难能考虑 那肖建华到底得罪了谁 为什么他这次会被绑架回去 他得罪了 他不是说得罪了谁 是他引起了 太多钱了是吧 引起了整个中共决策层的恐惧 为什么 因为他掌握了几乎他们 所有的这些这个 贪腐的证据 因为他本身 他和郭文贵还不一样 郭文贵我刚才讲 他的整个背景主要是情报系统的 这些官员嘛 肖建华是全面的渗透 而且他的这个钱是更多的 他这个 肖建华钱更多 超万亿嘛 富翁 他观念他是全面的渗透 什么叫政治局委员啊 就是中国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 政治局委员一共有不到30个人 就是这30个人在统治着中国 而肖建华是这30个人中的绝大部分人的这个白手套 家族的白手套 哦对 那你好像有提到说白手套很多人都不得好死 那不是不得好死 只要你的这个服务的对象出了问题 你就一定活不了 等会跟我讲一下 对啊 薄熙来的白手套 叫做明景 徐敏 在这个监狱里死了 不是那种说什么 听说什么关个三年吧 对啊 马上还有半年要放的时候就死了 哦 然后呢 周永康的白手套 也是周永康的国师 叫王林 也死了 在监狱里 就是莫名其妙的得了什么 急性心脏病还是怎样 还有就是徐才厚的白手套 王建平 这个人呢 当过中国的武警部队的司令员 也在这个看守所里 据说是自杀了 所有的这些信息 你看看守所 这个我是知道的 好可怕哦 关押这些高官的看守所 你怎么自杀 是啊 包括这个周围的墙壁 都是这个塑料的 你想撞头都撞不死 没有任何这个尖锐的东西 他干嘛自杀 我是白手套 我手上多少钱啊 对不对 这没有没有 所以这些白手套呢 就基本没有好下场的 还像那个周永康的那个 另外一个白手套 叫刘翰 那是被直接判处死刑了 就是中共一定要杀人灭口的 了解 那肖建华今天我为什么可以讲 把他这个线索 你不怕他被灭口 正因为讲出来才可以挽救他 如果我不讲出来 他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像徐明那样死在监狱里 另外一个就是放出来以后呢 就莫名其妙的 变成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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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 弱智 什么的记忆都没有 OK 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那我现在把这件事讲出来 对 它就有活下去 对共产党而言 它就有活下去的价值了 为什么 至少随手找出的一个价值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 共产党让这个郭文贵的原来的领导叫马剑 马剑 出来 他不是被抓起来了吗 对 让他公开出来讲 这个郭文贵啊 如何的坏 如何的腐败 如何的等等 有多少犯罪行为 这个肖建华呢 说不定哪天就会 由于我把它这个说出来以后 肖建华哪天 说不定就会被共产党放在电视上讲 而袁宏斌说的都不是真的 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等等 他不是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另外更重要的是 我是找肖建华呢 来查证这些事件的 那肖建华跟我讲呢 他认为我这个这本书里写的 基本是事实 那我问你怎么你 你是如何来 对我 替我去查证的 他说他找了十多个人 其中包括温家宝的这个太太 张培莉 还有一个就是国防部长 就是姓梁的一个国防 以前的一个国防部长 就是前任国防部长了 等等十多个高官来查证的 了解 或者高官的夫人 我当时就 我就随口问了他一句 我说那你 能不能讲 你是怎么去跟人查证的 人家这些人为什么会告诉你呢 对啊 他说我就给你讲 举一个例子吧 他说就举这个温家宝的太太 温家宝大家都知道吧 是原来的总理嘛 他的太太呢叫张培莉 是中国最大的珠宝商 在全球有200多家珠宝店 肖建华讲我跟这个 他和张培莉的关系 是通过什么建立起来的呢 就是通过进贡一种祥乐 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这个中共的官太太 这个最高层的官太太城里 都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什么 藏区啊就是西藏的藏 藏区有三宝 三种宝贝啊 一种是藏鸥 一种是东虫下草 还有一种呢就是康巴的小伙子 啊什么叫康巴小伙子 就是这个把这些啊跟这个官太太啊 这个做官太太的面首啊 听懂了五月牛郎 这个肖建华就是给这个张培莉啊 专门介绍这个几个面首以后呢 张培莉就离不开这个肖建华了 哦好可怕 这是肖建华亲口跟我讲的 那当时我因为我对这个肖建华呢 他的这个生活的腐烂 这个我们必须实施求是的讲 他生活上是很腐烂的 我对他的生活腐烂呢很不以为然 那作为一个老师我要不好多说 但是我很严肃的告诉他 告诫过他 我说这样 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可能被历史记住 对 我希望你啊 还是要这个 在生活上检点一些 那他给我的回答就是 我每天就跟这些人 这些官员的接触 我怎么检点 你看看这些官员 在一个个出来的时候都是西装革履 背后全部是人面禽兽 对 他说袁老师你想想 我凭什么不到十年的时间 能发这么大的 就是积累起这么多的财富 凭什么 可是这样子 你看他现在下场也是被关进来的 我当时告诫他他不听我 我说你要注意了 你可能很危险 我跟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 他知道我这个人 我是一个极其廉洁的人 我又道德洁癖的人 我要问一下说 你有没有觉得说 那为什么都已经是 就是319枪击案 阿扁的枪击案 都已经发生那么久了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再来提 到底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再来提 我的这本书里 对共产党的指控 中共强是极其严厉的 是啊 因为你制造这个案件 是台湾的政府国家元首都受了伤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种战争行为 至少是准战争行为 那通过这件事情 我希望台湾社会能够明白 不要再说那些蓝绿政客的这种这个蛊惑 要清楚的看到两岸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两岸的关系实质就是这么冷酷 就是根本就是准战争状态 实际上就是战争状态 敌国的敌对的战争状态 共产党就是极力的用 想动用它的全部国家能量 要把台湾彻底的征服台湾 简单的什么叫统一 统一那是一个幌子 实际上就是征服自由的台湾 摧残台湾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这个中共要办的事情 通过这件事情的揭发 我想呢 台湾社会应该明白这 告诉明白台湾社会这样的一个信息 OK 另外一个就是想告诉台湾社会 陈水扁 我们这个案件的实质 不是什么贪腐问题 你不管它实际上怎样 什么有的人说他太太怎样 他的家里家庭成员怎样 有多少瑕疵 那都不是这个问题的实质 这个问题的实质 那个都是借口 而且那个根本都是故意在那边 对了这个梳理就是所有的这一切 就是陈水扁被迫害的过程 都是中共谋台战略的组成部分 既然你说那个陈水扁的事情 是中共 319枪击案 319枪击案是中共精心策划的 那为什么他们的枪法那么不准 还用什么什么塑造手枪 然后根本就是 就是根本没有杀死他 对你这个问题呢 也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疑问 这个疑问呢 对因为大家觉得说中共 是中共请全部的致意 而且这么的精心 这个疑问呢 这个疑问呢 在被囚禁的台湾这本书里 有了直接了当具体明确的回答 那么我在这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当时中共制定刺杀陈水扁这个 319枪击案的时候 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叫做什么 刺而不杀 就是行刺但是不杀死你 那为什么要这样 有两个要达到两个目的 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做呢 要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它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 所谓台湾的民主 就等于动乱 就等于社会仇恨 就等于暴力 然而污名化台湾的这个 自由民主制度 因为台湾的自由民主制度 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政治感召力太强大了 所以它要污名化它 这是第一个目的 刺而不杀 要制造混乱 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当时 国民党第一次失去政权四年 那当时的国民党权贵 失去了政权 很绝望很失望很痛苦 有一些这个 根据当时的情况 有一些国民党权贵 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财产呢 转移到欧洲 转移到美国 然后呢 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呢 中国共产党认为 必须让国民党呢 再一次失去政权 第二次再失去政权 因为他认为国民党 失去一次政权呢 他痛苦的还不够 他还没有彻底的绝望 他还没有彻底的痛苦 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要彻底的投共卖台 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再一次 这个失去政权 那么他们就会 死心塌地的 只有一条路投共了 原来是被有这样子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深沉的基辛啊 在这里都写的很久 原来如此我还想说 大家都以为说 事实证明什么 事实证明就是2005年 不是 这个连战 第一次去北京 以国民党主席的名义 第一次说他要投共卖台了 不是 他要联共制度了 联共制度是什么 就是投共卖台了 联共制台 对 联共制度 你怎么可以联合 一天日思夜想想要 摧毁台湾国家主权的 这样一个极权专制的政体 来摧毁台湾的国家主权 独立意识呢 这不是投共卖台是什么 也确实是这件事之后 319强奸案之后 国民党第二次失去了政权 他的社会效应嘛 是国民党第二次失去政权 所以呢 他彻底的走上了 国民党彻底的走上了 投共卖台这条不归的路 那在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 能够刺而不杀 只受轻伤意味着什么 这个书里也写了 为什么能做到这个 因为它设计了一整套的 基本条件管控 新奇啊 新奇说 这叫基本条件管控 也就是说 只要这些条件具足了 你承认随便只能受擎伤 不可能受重伤 所以当时是两支枪 两颗子弹 两个人射击 一个人就是台湾的本地人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中共的总参业部的这个 精度涉及专家 所以只有那个被找到嘛 就是台湾那个嘛 后来不是被逆弊的嘛 所以这些东西 书里都有具体的这个揭示了 如果说这本书没有这些具体的内容 我也就是不会有这个 这么大的对马英九政府 或者对这个蔡英文政府 这么大的这个 反期待或者反感了 我当然对马英九政府 我从来没有期待过 对蔡英文政府还是有期待 期待他们呢 能够依据这些极其具体的指控 来立案调查查清中共 对台湾的这次准军事行动的伤害 会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湾人民 很多很多人 一直希望能够特赦阿扁 为什么民进党的小英政府 都迟迟不肯做这件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你要问我如何处理阿扁的问题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现在不是要搞司法改革吗 那司法改革据说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禁区 叫做什么 不谈个案 不谈个案 不溯及过往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台湾人民为什么对台湾的司法不信任 就因为司法是不公不义的 对 那司法的不公不义它是抽象的吗 因为照你这样讲的时候 可见得陈水扁的案子 中共的手早就已经伸进到台湾的司法界了嘛 根本是可以控制了嘛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司法的不公不义啊 它不是抽象的 是具体的啊 就是什么叫具体的 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 表现出来的它的不公不义 是啊 所以我一直就建议啊 要把陈水扁这个案子 他的解决呢 要和整个台湾的司法改革联系在一起 就是要由 还有包括你的319强计案 就是要由这个台湾的立法院国会 建立通过特别立法 建立特别的调查委员会 中立的调查委员会 对包括陈水扁郭瑶琪等等这一系列 有重大社会影响 或者重大社会争议的案件 进行调查 调查什么 不是调查这些案件的内容本身 是调查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 有没有汪法逮捕 汪法起诉 汪法裁判 司法迫害的事项 如果有 如果这个调查都结束了以后 结果呈现出来 那么实际上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就明确了 你司法改革就是要改革这些弊端 通过这些一个一个的案例 台湾的司法弊端 不公不义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不就很清楚了吗 司法改革的方向也就有了 原教授我觉得你讲的我都很清楚 可是他们 就是连这样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讲 就像你 你都已经公开在电视节目上说 阿扁的枪击案 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然后你还公开的说 只要你们需要证据 我这边很乐意提供 我是这样跟他们讲的 我说如果有公权力的介入 这件事情你知道 为什么这个事实不能被查清 因为共产党是用它全部的国家能量 在掩盖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公权力的介入 而且真的想搞清这个事实真相的话 那你一般的人都作为个人无能为力 但是如果你台湾的公权力愿意介入 我可以再次重复 我愿意提供极其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你只要去按照这个线索侦查 我相信真相就会逐步的水落石出 可是我已经发出了我的这个 我可以说难怪他们那么怕你 我当年马英九当然不敢查清这个真相 查清这个真相以后 他要面对 他不敢面对中共 对呀 那么今天呢 蔡英文这个总统这个政府 我相信他们应该认真地思考 有的人可能想把陈水扁这个案件 就怎么绕过去回避 那是不行的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回避的 对 你不能到时候 这是一定要 520你可以不出来 这是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对 520你可以不出来面对台湾社会 但是有一些问题 你是不可能不面对的 我真正的建议这个民进党政府 我认为我的这个方法 最容易取得台湾社会的共识 也和那个台湾现在的司法改革 结合在一起 给台湾的司法改革呢 注入一个真正的动能 否则这个司法改革 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 会让整个台湾社会失望的 没错 台湾社会一旦失望之后 你蔡英文政府将何以面对人民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比较尖锐一点 我想问请问你 你2004年就已经离开了中国 对不对 然后后来现在是在澳洲嘛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消息来源 我是2004年7月20号离开中国的 对 帅一个代表团到澳大利亚了 所以就寻求政治庇护了 那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题 也许是因为机缘命运的这个巧合了 我和这个中共的太子党和中共的高官 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 你比如说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就是我的同学 我们北京大学的本科同学 比如说李克强 我们也是一起上过 也是北京大学法律系 一起上过龚祥瑞的西方宪法这个课 我当时是这个79级的学习委员 李克强是77级的这个内门课的课代表 所以我们就当时也很熟悉 比如说我和薄熙来当初也是过从甚密了 那现在中共政权里的比如说孟宏伟 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 这个王燕飞 这个四川省纪委的书记 比如说黄尔梅 这个最高法人副院长 当然已经刚退休 刚退下来等等了 就是这样的国家领导一级的高官 在我的同学和学生中很多了 胡春华那是我们的校友 北京大学的校友 现在呢 胡春华现在是广东省委书记 中央政治局委员 都很大了 我只能说到此为止了 就是说你通过郭文贵的现象 你可以知道 共产党内部的官员是多么没有安全感 郭文贵前几天呢 说了一个很真实的话 他在爆料完了以后 他说 他说外面的人不知道 你们从外面看 共产党这个权力体系 那么庄严 那么神圣 那么神秘 实际上你要如果进去 进到这个官僚体系里头 你就发现那是到处都是耳鱼 勾心斗角 互相拆台 互相戒备 他说那完全是一个 就是他的意思了 就是完全是一个黑暗的丛林了 就是中国现在最有钱的人 和最有权的人都想离开那个国家 对啊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我虽然在远在澳大利亚 或者我就是有的时候到台湾来 那不断的有我过去的学生 同学来找我 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的时候要给我讲一些事情 报一些料 讲一些消息 为了他们的利益 或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等等了 哦 了解 所以我所了解的还不止此 我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沙佛》嘛 就是直接揭示这个 沙佛 第十世班参大师 对 被中共谋害的过程 所以我的信息来源 我可以保证的都是这个 我自己认为他们值得我信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不会只根据一种信息来源 来这个写出这些东西 你就是会 因为我将来要面对历史的 我不能只听一个说法 我就确认它是真的 我必须要经过查证 当然有一些问题呢 由于中共这个铁幕现在还在 不一定都能百分之百的查证到 但是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我都是查证过的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很感谢袁宏斌教授 跟我们讲了这么多 阿扁的特赦案件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关心 当台湾社会当中有八成四的人 不相信台湾的司法的时候 阿扁的特赦案件 跟319枪击案 真的应该像 袁宏斌教授说的 成立一个特别的调查委员会 好好来调查这整件事情 因为这整件事情 已经不是所谓的那个 贪腐或者是什么贪污的状况 这是中国 请他们的国家之力 中共请他们全国之力 然后要来对付我们台湾人 我在此还是在呼吁一下小英政府 陈水扁的事情 是台湾人民全部的人的事情 不是民进党的事 也不是国民党的事 是大家共同的事情 必须要去面对的 那我希望他当初在520就职的时候 所说的他要做的司法改革 能够确实做到 虽然我对他这一次的司法改革 国事会议 其实没有抱以太大的希望 更何况他们 我知道的那部消息 也说得很清楚 他们今年根本不处理特色的问题 如果你一再的回避 我相信再过几年的 人民会检视你的执政 执政成绩的时候 这件事情根本是无可回避的 我希望小英政府 跟所有的执政团队 也要好好面对阿兵这件问题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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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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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